此题为将金属的氧化物,化学式为M2O3,1.6公克,高温下分解可得到金属1.12克,利用这两组数据来求出金属原子量为何,因此我们可以先写出分解的方程是,也就是金属氧化物M2O3, 高温下分解成金属M以及氧气,因此平细数为2M以及氧气为2分之3,因此分解之前,金属氧化物有1.6公克,生成物各为0,分解之后, 金属氧化物完全分解完了,可以得到金属质量为1.12公克,然而氧气的质量则为1.6,仅调1.12,等于0.48公克。 然而反应方程式的系数比,是跟反应物消耗的墨数,以及生成物所生成的墨数有关,因此我们就将重量全部改换成墨数, 因此,因此假设M原子量为1.6公克除墨数,因此M2O3然后为1.6除以2X加上48,克除墨数, 除完之后就为墨数,金属M为X克除墨数,然而氧气为0.48除以32克除墨数,因此我们可以知道, 这个系数比,是跟墨数比,是跟墨数比有相关,所以2比上2分之3,等于1.12除以X,比上0.48除以32,我们将算式化减一下, 4比3等于3分之3,比上3分之3,6等于3分之3,6等于4,3分之3,4,6等于4,X就等于 336乘于8除于48等于 56克除木耳 因此答案为 C选项